特别是在一会教导初学 和我们讲这些罪苦之事 果报的状况 目的是教我们相信因果 相信善因善果 恶因必定有恶报 我们经过一个提醒 然后再冷静地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 你就能看得出来 果报原来就是在眼前 你看看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自己所熟悉的人 太明显了 而且非常快速 年年都在那里变化 都在那里转变 这个转变 你仔细观察 原来就是因果 重善因的人 心善行善 他年年还是不错 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心恶行恶的 你仔细观察一下 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看 比从前看 速度要快得多 以前报应 报得没那么快 现在是一年同一年不一样 甚至你要有能力 有智慧去观察 越来越都不一样 报得很快 只有明白 因果这个道理和事实 才可以进入佛法 你才会相信佛所说的 才能够接受 才能够依教奉行 终极的目的就是在这里 帮助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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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祂恭敬 没有这个念头 请看下 下一段经文 地藏 地藏答言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多半是狂妄自大 学别人的东西 还不肯承认 还要骂人 这个是我的 不是他的 这个有罪过的 你看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何等的人物 我们看看这个法会 法会在前面 大家看到了 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 这些佛 是什么人呢 过去生中 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 学生 学生个个都成佛 他老人家还是做菩萨 了不起 他是不愿意成佛 要是成佛 他是太简单 应当早就成佛 他认 他自己的誓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所以我们要问 地藏菩萨 有没有做佛的机会呢 没有啊 地狱中有人 他就发心 他不做佛 他要做菩萨 去帮助地狱众生 这些是什么身份啊 他说的话是多谦虚 多客气啊 人者 人者是对菩萨的尊称 亦仁慈之仁啊 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 我今圣佛威神 他说成梦佛的加持 不单只成梦佛的加持 他还成梦你的加持 普燕菩萨 及拜事之力 拜事是指普燕菩萨 普燕菩萨的智慧道力 亦不可思议 他说成梦佛的 诗佛家持 普燕菩萨 佛家持 略说地狱名号 再向大家报告一件事 再向大家报告一件事 他说成梦佛家持 孔老夫子 他说他一生的讲学 述而不作 他自己没有创作 他说的都是古性先言的话 古性先言的教诲 自己没有创作 因为释迦莫拉法跟我们说的 他老人家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不是自己的 自己没有做这个闯说 都是聚说古佛的 所以他说他一句话都没说 他说的都是古佛的 没有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 孔老夫子 率而不作 释迦牟尼佛亦是率而不作 我们后人好像了不起 后人有创作 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 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 他怎样可以有版权 现在的人很厉害 自己创作版权所有 我们应当要学习 实实在在 世尊孔老夫子 学习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个是与心性相认的 与性德相认的 所以他们 处事 代仁 节物 都非常谦卑 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 孔老夫子 对于贫穷下贱的人 亦非常尊敬 不敢轻慢 哪里有说 自己觉得高贵自大 看不起别人的呢? 我们在夫子一生的行仪当中 没有看到 佛就更不用说了 功高我慢 是大烦恼 只要有这个念头在 佛法一分都进不去 障碍了 障碍了 自己障碍自己 探振痴慢疑 后面是恶劍 恶劍就是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戒取见 邪见 合起来 叫恶劍 六个根本烦恼是说这个 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 我们学法 为什么不能契入 我们读经 为什么不能开悟呢? 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 不明白 这六种障碍 只要有一个 你就不能够见到 不说正道 见都见不到 六种障碍 去完了 你才见到位 所以 我们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 你六种障碍 不断 怎样得呢? 真的要断 念佛堂里面 唐主时事提醒大众 放下心心世界 这六种 这六种就是心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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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下不行的 一定要放下 再看底下的经文 人者 厌浮替东方有山 浩若铁围 其山 黑序 无日月光 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 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考证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科学 讲实在的话 还是相当幼稚的 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 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 谁知道呢? 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 这个就是真的 靠不住的 你亲眼所见 你的眼见的功能 究竟有多大? 你不知道 说我亲眼所见 我们讲堂二十几个人 亲眼所见 这个讲堂里还有菩萨 还有声闻 有圆角 有天龙鬼神 你见到没有? 没有见到? 你怎能够说你亲眼所见 你怎能够那么肯定 你说什么见不到呢? 你的眼的功能太有限了 我们知道 眼见是靠光明的 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 你是藉着光才能够见到的 而光的波不一样 我们所见的非常合级的一段光波 我们的频道 刚刚好就在一段里面 一段我们看得清楚 比这个光波长的 看不到 比这个光波短的 也看不到 比这个光波长的 不知道有多少 比这个短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 如果哪一天 你的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 所有光波 统统你都没有障碍了 你看到这个世界 马上就变化了 不是一样的了 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 眼见色 耳闻声 都是这个状况 这个是跟你说真相 现在说 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一点 我们用科技的仪器 可以侦察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 大家熟悉的 紫外光 我们看不到 X光 我们看不到 但是凭仪器 我们知道它存在 科学家也知道 很多很多不同的光波 我们肉眼看不到 所以光波是同时存在的 你要全都看到 这个道场就不是一样的了 这个道场多大呢? 我们这个房间有多大呢? 就是净虚空遍法界 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净虚空遍法界呢? 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 所有障碍都没有了 一切光波你也看到了 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 这些柱子啊 墙壁啊 都是透明的 没有障碍的了 你坐在这个地方 去向上看 看到上方 没有障碍的 无尽的虚空法界 看到 在各方浅的手段 看到 左右 这十方世界 无量无辩 都在在你的眼前 那你就不会 局限在这个小范围里面 这个是跟你讲真话 讲实话 你要用 今天科的方法去考证 考不出来的 疫症不出来的 这个是说 科技的能力 还没有发展到 这个阶段 科技讲实在的话 和法法尼相比 相当幼稚 法所讲的 有一部分被证明了 证明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大多数的部分 科技还未有特导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讲的 厌浮堤 东方有山 有铁为山 我们的肉眼看不到 科学的仪器也侵察不到 所以在台湾有人来问我 现在的核潜艇已经到海底里面去了 没有发现到龙宫 到了龙宫有没有 他说龙宫在海底 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 月光里头有月光陪萨 太空人登陆 月球亦没有看到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人看不见而已 凡声同居土 嘛 这些事情实在说 对佛法稍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 法兆法师 这个唐朝的时候 潮五台山 见到大圣竹林子 这个他亲身经历的 我们相信他不是打网语的 他见到文殊普然 在那里讲经说法 听众一万几人 他听了一座 还去文殊菩萨请教 没法时期众生的根性恋 应当学什么法门好 文殊菩萨就劝他修念佛法门 五法怎样念法呢 还教了他几声 五会念佛法门 文殊菩萨传给法照 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 一路走一路做记号 下一次来的时候 很容易找回 做了几个记号 再回头一看 没了东西 一片荒山 大家想想要用科学如何去探测 文殊菩萨的道场清静壮严 他有缘 他看到了 你们到三味水寒 五大国师看到加勒家专者的道场在四川 亦在荒山当中 科学学院如何去侵察 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医好了 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的 亲耳听的亦靠不住的 这个环境很复杂 你到底能有能见到多少东西 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 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相信自己的知见 哪里知道是错误的 所以佛礼经上很明白的 这么说给我们知道 没有正德阿罗汉果之前 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这是有道理的 阿罗汉如何呢 阿罗汉通了 将外没有了 阿罗汉正德流尽通 所以他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 跟我们不一样 他突破了 一切光波 一切光波 声波 磁波的界限 他看到的是真相 我们看到的是网上 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 很简单 就是见思烦恼 就是我刚才说的六种障碍没有了 阿罗汉断的不是其他东西 就是贪、真、痴、万、疑、恶、建 我见是五历史 也就是我们时时说的见思烦恼 这种障碍没有了 一样东西断尽了 所以他的障碍没有了 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些画一定要先说明 否则地藏经里面这些东西就很难明白 你就把他当做迷信 你说他不合科学 这个经的利益 你会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 不单是得不到 你还做绑法之罪 利益没有得到 祸害就离了 这个不是佛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一类的经典 必须要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 交代明白 我前一个时期 就是这个月的月初 我在香港 做了六场的讲演 庆祝香港回归周年 我们讲《无量寿经》大意 听众里面有位同修 我是从事影剧界的 他跟我讲了几个故事 是真的 真人真事 因为拍摄电影 有些都是在晚上作业的 晚上在野外拍摄外景 所以真的有鬼 野外这些坟地 他有一个同事 晚上拍摄外景 晚上就很晚了 也是这些糊涂 开车走的时候 走到一个闹区 很热闹 他心一想 这条街 我从来都没走过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有个闹市呢 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 人日很多 那么他就下车去 参观一下 去玩玩 看到有买东西 吃的东西 对了 晚上两点钟 肚子溢饿了 就到个小食店 里头去吃面 吃了之后 就很累了 那就 开车回去 回去之后 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 想一下这个地方 越想越不对 到第二天 早晨再开车到沿路 去看一看 那是坟地来的 那才知道是什么呢 遇到鬼了 鬼的街道 吃那些东西 吐了出来 吐的都是那些什么 黄犬 泥巴 草 那种一类的东西 病了一场大病 几乎死了 以后 甚至就不正常 工作就停了 两三年都不能够工作 人受得不成 过了好几年了 他又回来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没多久 好像又遇到一次这样的状况 那以后死了 那以后死了 这个是他的同事 影剧界里面 对这些事情 他们相信 是亲身遇到的 所以这个 厨所 鬼神 跟我们人是集居的 鬼的那些生活状况 跟我们人差不多 鬼亦有都市 我们看不到 跟我们重叠在一起 两个不同的频道 两种不同的波场 重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怎能做得了主啊 你亲身经历 你要提高警觉 你要明白 恐老夫子 恐老夫子 交给我们 敬鬼神而愿之 鬼神有没有呢 有的 一定要尊重 要尊敬 愿是什么意思呢 远是不和他学习 就和普言十愿 礼敬诸佛是同样的道理 夫子 夫子对于鬼神 对于邪门爱道 恭敬的心 没有减少 真的是礼敬诸佛 夫子做到了 我们对于这些 一定要恭敬 对于鬼神 一定要愚法 佛在经典上 和我们讲的很多 我们了解 愚家的祭祀 我们要重视 鬼神能够安稳 对我们世间的自乱 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叫这些鬼神 都不能够安稳 他们一作乱 就影响我们的社会 很多很多 这些灾变 无缘无故的发生 我们说无缘无故 是鬼神在那里作乱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不能不知的 佛家 出家人 住在山里面 想建一个小茅屋 建一个小茅屋 当然要就地取材 就去斩树 佛讲 树木 有一个人这么高呢 如果高度超过一个人 都有树神 树神 树神是什么呢 是鬼神依附树而住的 他没有地方住 他依这个地方 来遮蔽风雨来住的 是鬼神依附在树木上 那就称他做树神了 我们要斩这棵树 换句话说 就是夺取他的居住的处所了 他甘不甘心呢 他要是不甘心 起了恶念 他就来搞事的 就要来报复的 就要找你麻烦的 你住的这个房子 你住的就不安乐了 如果你的福报大 他无可奈何 不敢侵犯你 等到你混须的时候 他就来找麻烦了 他很有耐心地等待 你走运的时候 他不惹你 你福报大 惹不起 等到你混须的时候 他就来找麻烦了 可以发教给我们 要斩这棵树 三日之前 要去祭祀 去诵经 说给他知 我迫不得已 我亦要住 你可以另外去搬家 劝他搬家 不可以说 看中了 你就立即上斩 不可以的 三日之前 一定要去祭祀 连这些地方 小节都这么重视 现在 大家不相信这些东西 很多从前 迷坟地的山坡 现在 把坟地随便搬走 把那些地方 夺过来 建大楼 人住在这个里面 行固还有一些 福报 能维持几年 到福报尽的时候 一批鬼神 就要来找麻烦 让你住在里面的人 身心不安 你的社会动乱 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 他也会来报复 也搞得你不安稳 天灾人和 其内有志 十八戒是一体 不能不知道 世出世间成人 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 佛法说的不只是人 佛法说什么 什么就是天地鬼神 统统包括在其中 我们要想生活 幸福美满 你要想到鬼神 也希望生活美满 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 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 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吃众生肉 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 我们愿不愿意 买肉供给别人来吃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想别人来吃 动物 也是一样的 他怎样会愿意 人去吃他呢 我们杀他 吃他 他是不是很欢喜呢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 吃众生肉 这种的怨恨 一切众生的怨恨 永远不会消失的 遇到机会了 他就要报复 佛法国 佛法国 食他半斤 还他八两 生生生世世 互相吞淡 永无了其 我们 我们得这个身 这个身是孽暴身 没有法子 没有这些营养 就不能维持生命 要维持生命 不得已 不得已 而 取饮食 在饮食里 既然是不得已 你一定要知道 小同众生结缘 小造业 小造业 动物的情色 比植物要来得明显 换句话说 动物报复的意念 比植物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 不杀害他 植物 毕竟他的灵性要弱很多 不得已而食 他的 《戒经》里面说的 清静比丘 不搭生草 真正显示出慈悲 有路可以走 为什么不走路 为什么要搭草地 除非是你没有路 一定要从这里通过 这是不得已 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 可以原谅的 如果有路 你一定要跟着路走 不可以搭草地 所以要爱护生物 植物也要爱护 要有一个爱心来对人 对事对物 真正的爱心 清静的爱心 食的时候是不得已 所以佛教我们食传五观 上全报恩之心 人与人之间有恩德 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 我们每日修行 念佛众经 断恶修善 断恶修善 功德 会向给一切众生 是暴恩 这种心 这种心 多么诚恨 这个意 多么厚度 这才和心性相应 是暴恩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 没有这番诚意 你就日日做罪业 你明白这个道理 尚作如是观 这些植物 你提供你的营养 它有功德 它真正供养你 你有回报给它 有回报 这就不是夺取了 和它不结冤仇 和它结恩德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有大地狱 好击无间 又有地狱 明大阿鼻 这是地藏菩萨 首先给我们介绍 报告出来 有 有 确确实实是有 不是没有的 饿鬼到 和地狱到 还不是一样 不是一个境界 但是 饿鬼到里面 没有日月光 就好像前面所说的 他们居住在 昏暗当中 饿鬼到 我们称为阴间 确实是有人去过的 中国的 中国很多笔记小说里面 写得很多 那不是随便说的 就是 月薇草堂 笔记里面所说的 寥宅知义所说的 和朱卫说的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学佛 没有学佛之前 我没有见过鬼 我见过狐狸精 真的不是假的 亲眼见到的 还很多人见到的 我见到的狐狸精 是个男人 不是个女人 是个男生 穿的是 南部长袍大挂 在抗战的期间 很多人见到的 但是 没有一个人 看到她的 清楚的面目 没有看到过 面目好像是很模糊 狐狸要变成人 五百年 可能她还没有到五百年 还差一点 是一个人的形状 面目不是十分清楚 我那个时候十几岁 十六七岁的时候 每天去打烈 我就很想打她 我母亲祭祀 千万不要惹她 惹了以后麻烦得不得了 我是被我母亲祭祀 我很想打她 这个狐狸 就住在我们的楼上 抗战期间 我们住在一个民房 她就住在楼上 那个楼上有几十年 没有人上去过 所以有一窝狐狸 住在上面 都知道的 有人看到 早晨的时候 狐狸在屋顶上 去拜太阳 大家住得日相安无事 她亦不离扰乱别人 每天不敢去碰她 我那个时候 膽子很大 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 好像大人不准 连楼梯都没有了 真的 那些不是假的 真的变成人形 有些是出来散步才能看到的 所以世间 我就非常相信 尿齋之仪里面写的 那些鬼狐狸的事情 我相信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决定不是造谣的 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们的家乡出了一件怪事情 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 我的家乡是出米的 而米大多数是从毛湖出口 都运到毛湖那边去卖 那是一个市场 我有一个亲戚 她过一年收成不错 就装了一个小船 一个饭船 风船银 船米 那是用麻袋 麻包一包包包着的 运到南京去买 装船的时候 有人看到 好像有黄鼠梁一样的东西 在跳板上去上了船 就看到 看到之后 就有很多人去到船上去找 但是找的时候找不到 确实没有 大概 似乎是看到 看的人是眼花 那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 到南京之后 这船米都没有了 麻包包包 还是那个形状 那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眼睛看错 大概是那样东西作怪 他们看到是黄鼠浪 大概是他作怪 不知道怎样得罪了他 有一船米被他搬走了 就是 我那个亲戚是个远亲姓陈的 那就摸了奈何 没有法子 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 回家之后呢 他的米就在一个仓库里头 没移动过 他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 什么方法被他搬回去呢 不明白 大概是得罪了他 得罪得不大 懲罚你一次 和你开一次玩笑 真的不是假的 天地鬼神 这些事情我亲身经历的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余江苑 五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 这里说 有大地狱 大地狱是在铁围山下 我们没有法子去证实 我们也看不到 确实有 你做这个业 这个境界就现前 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暴 青年法师在诅解里面和我们说 慕奸阿碑 这个名称 在佛的经典里面也有说 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呢 至古至今 没有办法去确定 也有古大德说 慕奸就是阿碑 阿碑就是慕奸 也有说慕奸和阿碑是两个地狱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 受报的地方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这两个地狱 也有说 这两个地狱 也有说 这四个地狱 也有说 这四个地狱 也有说 也有说 可是本经和灵严经里面所说的是两个 有大地狱 好极无间 又有地狱 明大阿碑 这个不是两个了吗 所以是一种 是两种 都有经典做依据 古今 这些祖师大德门 都没有办法肯定说 他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我们读这个经 根据这个经的说法 这个经说说有两个 我们就做两个来看 两个大概里面的 寿报都是 是非常严重 极其苦毒的 这一段的意思 还未有能说完 但是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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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